也就是说不到两个小时就能绕地球一圈 一旦发生战事 能够随时到达任意现场 哪个国家要拥有了这种恐怖武器 在世界的地位将会急速提升 那么为何通缩防火载的武器会被提出呢 难道是要防御地球以外的生物 原来在二战结束后 美苏作为当时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 为了争夺霸主的地位 美苏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竞赛 在冷战期间 双方在军事各个方面相互较量 先后投入了大笔的人力和资金 一心想研究出更加先进的武器 目的就是在竞赛中获得优势 然后狠狠地打对方的脸 在众多装备中 航母无疑是海上装备的不二之选 尤其是美国 他们对航母的技术深有研究 这使得美军在该领域极具优势 后来苏联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成功延迟出航母 可距离美国还是有差距 为了谋求新的发展 苏联就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创意 那就是制造一个可以飞的航空母舰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空天航母 众所周知 目前空天航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中 以人类现在的科技水平 一时半会儿还研究不出来 但当时苏联敢于提出这个理念 就足以看出他们的前瞻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